哗哗小剧场 斧头山的财务总监在吗 赶紧出来冒个泡 本总监这么大个活人坐在这里 你俩看不见啊 还扯个嗓门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是长得帅一点 兴许我们就能一眼看到您了 兮兮 一天天的 整个斧头山就你姐妹俩屁事多 说吧 又是啥事 总监您可是说对了 这我们姐妹俩确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而且还不是啥好事 总监您可要有思想准备哦 打从你俩进了我这门 我的右眼皮就一直跳 赶紧说吧 长痛不如短痛 刚我们逛街回来 看到斩斧头山的大门 感觉顺势不妥啊 花花姑奶奶 这大门又有哪得罪您了 民雄不说暗话 我且问你 大门上画了一幅熊熊屁股的画 咋回事啊 笑话 咱斩头山吃的就是熊熊这碗饭 画个熊熊的屁股 招揽顾客 有啥不妥吗 可那个熊熊的屁股明明就是 就是 就是我成荷花的屁股 荒谬 那张画没指名 没道姓 你咋一口咬定是你的屁股了 您可太逗了 当我们是三岁的小熊仔呢 这么好混动呀 小叶子 你说 我了解的屁股在斧头山 可是出了名 等蜜桃屯 您看那幅画 屁屁都敲到天上去了 不是我了解的 还能是谁的 哼哼 看到了没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低 实不相瞒 我的屁股可是投了千亿保险低 未经我的同意 擅自使用 是要赔偿精神粉诗低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 说白了就是想要熊熊壁 你又答对了 最近我们手头有点紧 算您倒霉 撞枪口上了 大胆 敢敲诈本总监 不知天高地厚 信不信我把你们六号别墅的年底奖金 给一窝端了 哎呀妈爷 小威胁小花 我看你是分不清斧头山的大小王 小叶子 拍张照片发网上 看来只有发动群众 让广大爷爷们为咱俩维权了 哎呀呀 两位祖宗又来这一招 您要是把我挂网上 这哪里是维权啊 简直就是夺权啊 两条路 要么赔钱 要么您卷布盖走人 一口价一千个W PP使用费 再加一千个W PP损失费 再加一千个W PP保养费 再加一千个W PP开门费 还要一千个W PP加班费 行行好吧 两位祖宗 别再加了 再加下去 斧头山就被你俩铲平了 共计五千个W 总监同志 劳烦您转个账吧 这个真是蛋黄人都为熊做主 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啊 熊熊必到账五千万元掌 Muah 没转别 对 不 惯劳